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尔冠益 首先来看到孙安佐被爆出呼马 遭到泰国警方逮捕 惹出了一连串的风波 在一号的时候 他开直播曾经在登地已经解决 更解释 敌因爆料他被下骨一事 是在泰国遇上了现代无一抖制 而另外他也提到 不满父母的处理风势相当失望 你以为我喜欢这些炒作吗 我是经历过像地狱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回来了 然后我觉得自从我回来台湾之后 我就感受到很多敌意 孙安佐出事后熟度开直播 强调自己很清醒 在泰国私闯民宅有原因 我以为是我亲戚家 我有跟屋主道歉过 就这样 是啊 讲疫苗的问题就会被政府搞 不实扯政治 但犯法是事实 他还原下骨遗云 还称跟皇室的人有关系 还一度被关在奇妙房间里过非人生活 他更指控母亲敌因 为保护他操控舆论 直言自己的原生家庭有问题 我妈跟我爸 我妈太爱我 所以很常做一件冲动的事情 想要怪罪在其他人头上 我爸 我已经难得跟他说话了 他太夸张了 我就失望了 我爸放浮水是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 请问这是对我好 还是什么 这叫下毒 平平喊失望 而敌因方面点名孙鹏大姑 从日本回台后住进他们家 却把孙安佐当鬼一样 直呼要跟孙鹏离婚 孙安佐的事情 然后其实迪姐跟彭哥就会比较烦一点 因为想要处理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小孩会比较吵嘛 对那我妈也有跟迪姐跟彭哥说 不然这样子 就是我还是先把孙子带走 如今泰国事件 孙鹏迪婚姻在线危机 甚至还被当街捕捉起争执 孙安佐开完直播后 说要享受周末 随后跟发出不自杀声明 表示一般万一他不会自杀 一家人谁过了头各说各话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这次孙安佐惹出了争议 但是现在看起来 却是朝上了家庭矛盾的方向来发展 先来看到孙安佐他就说到了 其实他不止一次 说到与家人有很多的矛盾 甚至在最新的社群天文当中还透露 孙鹏通通放腹水 让他是感到不适 而连忙撇清说 其实自己并没有中邪 自从我回家以后 我爸还会偷在我水里面放腹水这样 还想偷偷对我下毒这样 我好幸福 一个人在西门丁闲晃 孙安佐最新一篇现实动态 抱怨家里人 开始对他使用民俗疗法 一连好几则贴文 都在说自己没有中邪 甚至需要好好休息 再出来面对 开直播讲到家庭 孙安佐跟父母的矛盾 似乎对他来说真的无解 讲话也有很多人不相信 他不太玩的 他不喝酒不抽烟 那还不跑夜店的 你跟我撒娇没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别人看到 别人会觉得你很坏 就是要宠儿子 让他自主发展 迪英这次普及岛的事件 声称儿子是在泰国被下骨 回国之后 还有带他去乌来龙太公拜拜 结谷后才安心 但其实早在去年的访问 迪英就曾经说过算命话题 结果一算命了 一算了 安佐就三条线 他的可能是真命天女 带着安佐跟当时的女友一起算命 可见对于儿子的未来 也想好好掌握 而曾经跟孙鹏孙安佐 路过节目的大牙也发生 他的印象 就是一个很热爱运动的海渣 你应该要找适合发泄 他自己情绪的一些正当的运动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恐怕只有他们一家人知道 因为孙鹏到目前都是没有多说 让迪英似乎对此感到失望 觉得孙嘉仁对待孙安佐的态度 感到不满 想要离婚 但是双方目前也在隔空论战 从儿子的事件开始 渐渐都让家庭感到心累 不过孙安佐回台之后的动向 也特别引发了关注 由于他是在境外吸毒 不在我国刑法的适用范围里面 台湾的警方是没有办法对他进行侦办的 不过有精神科的医师就说到了 吸食大麻越来越年轻化 经手过年纪最小的居然只有国中生而已 而且近几年观察家长亲自带小孩来治疗的比例 还增加了两成 艺人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在泰国西大麻 侵入民宅还露出臀部在别人家晃来晃去 一连串脱续行为登上泰国新闻 2018年时他在美国留学 就曾因持有手枪被当地警方逮捕 当时遣返后被市领地检署起诉 这回惹出吸毒风波回台下场不一样 吸食大麻这个行为发生在国外 比如说泰国 那依照我国的刑法的规定 是不会成立犯罪 但这些都仅限于自己使用 当然还是有台湾刑法效力可及的范围 例如营诱别人吸食毒品 无论发生在国内外 台湾警方都可以侦办 不过法界人士说 光是如何佐证营诱就有难度 那因为这个要件呢 是一个内心主观意思形成的过程 在检调侦办此类案件的过程中 除非嫌犯自白 否则检察官他们要提出 比较多的客观证据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引诱这个要件 在目前比较难有清楚明确定义的原因 刑事局透露苏安佐案件 没有跨国犯罪情形 泰国警方也没请求我方共同侦办 其实这件案件也点出 吸食大麻越来越年轻化 有些人甚至会在网路上 大肆分享或是提倡 多少也影响到新知 未成熟的未成年人 尽管在大麻合法的国家 吸食不违法但若擅自带回台湾 恐怕会涉及跨国运毒 在什么地方就该遵守当地法律 否则一出事就是国际案件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一个争议人物要来看到 这名曾经参选台中市长的女子 陈美飞又爆出了相关的争议 她打伤了社区警卫 甚至还入马警察 而她的儿子甚至袭警 打伤了远警的头 那么最后是为了要阻止警方带走儿子 她也下跪求情 前台湾市场参选人陈美飞跟儿子 两个人站在社区管理室 拿手机录影搜证 甚至还呛警察 一听到垃圾警察 警方忍无可忍追出去抓人 就在这时陈美飞的儿子出手袭警 攻击远警的头部 陈美飞骂警察 她的儿子则是出手袭警 还扯对方的衣领 远警正要把人带回派出所时 陈美飞又上演新的戏码 不要不要 陈美飞突然跪在地上 向警方求情 希望远警不要带走她的儿子 结果下场是母子两人 都带回派出所 她马上骂警察是垃圾警察 然后她儿子马上扒警察的头 才衍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里长受访时语气无奈 她还原整件事发经过 一开始陈美飞要求警卫打开逃生门 让外送员送餐上楼 用雨伞打 住户 那个所谓的身体 多处的挫伤 被拒绝后 竟然拿雨伞打警卫 打到伞柄断掉 伞架也歪了 没有人敢讲 为什么 就怕她会抓狂 她会骂人 会嘲笑 警卫被攻击 报警求救 警察来了 还被陈美飞呛瞎 接着被她儿子殴打 两人分别以妨害名誉 妨害公务 以及伤害罪现刑犯 被警方逮捕 TVBS新闻台中综合报导 来看到这次陈美飞大闹社区 就有住户出面指控 自己就住在陈美飞的楼下 时不时会被她骚扰 那么更指控她 先前是拿这个钉扒 来攻击她家的铁门 也奏成了住户们的阴影 谁要确定你 罗宵夜 罗宵夜 罗宵夜两个口 陈美飞5月31号在社区大闹 过程全被邻居拍下 还有住户指控 她失控闹场不是第一次 我不怕你 出来喔 在警察 叫警察 等警察来你回去 你就是说投无归 住户秀出证据 影片中陈美飞拿着钉扒 朝对方家门攻击 嘴里不断辱骂 同时还拿手机反搜证 汉侠公司的军犬 既然是他军犬 你背罪 住户一家人 吓到不敢出门 只敢用手机 先拍下证据 他们就住在陈美飞的楼下 说这几年 真的是不堪其扰 那我一打开我吓死了 因为那个感觉 好像被谋杀的感觉 还好是那一道铁门挡着 住户抱怨 陈美飞住在这个社区 引发不少纠纷 社会局 警察局 都曾找上门 想帮她解决问题 结果她都装作 自己不在家 必不见面 平民白心回到家 就不能好好的休息 还要饱受惊吓 而且我们都是一直忍跟让 陈美飞先前参选台中市长输掉之后 还曾要联署参选总统 被中选会抓到 她连速输是用硬的 甚至还试图帮孩子报名参选立委 几次选战保证金通通被没收 至少损失270万 没想到现在在社区闹事 越上新闻版面 邻居准备联署 想用恶灵条款 请陈美飞搬离社区 TVBS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天气方面来看到 今天时间越晚 水气会越多 尤其现在封面正在影响 明天这个雨会怎么下呢 时间要交给邮轩 好 现在越晚雨势 会越来越明显 主要就是因为这一道封面 已经挂在我们台湾上空了 再加上第二号台风玛丽丝 它已经转为低压带了 也因此它会并入到 我们的封面当中 两个相互结合之下 就会让天气系统变得 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降雨最明显的时候 就是落在明天礼拜天一整天了 而到底降雨的分布会是如何呢 我们先来分别看到 在白天的部分 主要集中的就是在西半部地区 以及宜花地方 当然包含在东北部地方 都会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甚至好雨发生的几率 而整个西半部 降雨的情况会比东半部 还要更加的明显 不过可以看到整个降雨的范围 几乎是全台都会有感的 所以如果明天你要安排一些 外出活动的话 雨傘雨距一定要记得攜带着 而到了晚上 随着整个封面逐渐的往南压 当然降雨的范围又会再往南走了 主要的降雨热区就会集中在 中南部的山区以及苗栗以南地区 还有花东地区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可是不是说明天晚上开始 北部就会停止降雨了 而是还是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所以整天来说天气状况都是相当的不稳定 而这个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其实照这个封面来看 它到了下周一上班日的时候 以及下周二 它是会挂在巴士海峡的这附近 也因此北部的降雨又会再趋缓 反观是中南部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出现 另外就是到了下周三下周四 虽然说封面远离了 不过呢在整个降雨范围来说 水气还是偏多的 主要就是华南还有南部的水气会往北移 所以到时候西半部也会有一些短暂雨 东半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出现 而且一整周来说 在各地的山区都还要留意 午后的热力作用影响之下 对流发展比较旺盛 还是会有雷震雨发生的几率 最后就是来看到在温度方面了 今天的高温来说 在台东大午还有屏东的三地门 都是一度有飙到36.8度的高温 而明天水气增加 当然有下雨的时候 温度就会略降 但是其实中南部各地 在明天都还是有超过30度的 另外就是北部以及东半部 到了下周一到下周三 整个环境风场转为吹东北风 所以到时候北部的温度 时会略降的民众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来看到汇达执行长黄仁勋 现身大巨蛋开球 穿上了象征 汇达创办年分的93号球衣 他也亲切的落台 与笑说这么多人来看 真的是好紧张 要大家先暂时闭一下眼睛 但是今天现场是涌入了 29600多名球迷 那么不止打破了今年开战以来 在大巨蛋的人数记录 也刷新了例行赛 单场最多观众数的记录 而另外他也用英文提到了 谢谢大家欢迎他来台湾 迎接AI运算的新时代 台湾就刚好位居正中心 瞄准目标回答指引长黄仁勋 投出超级大曲球 大师兄林志胜也拿出手机 邀请黄仁勋自拍 一号现身大巨蛋开球 吸引超多球迷来一睹风采 他也笑说这么多人看 真的好紧张 我来现在被淡几位新春 现在你解答我 中间地位 站上球场不改幽默风格 跟全场互动亲切绕台翼 只不过讲到自己最专业的领域 还是要问一句 可不可以说英文 黄仁勋穿上93号球衣 早早就抵达球场练球 卫权董事长魏应聪 也送出小礼 还有广大的球迷 纷纷拿出手机狂拍 甚至有民众拿出显卡 伺服器给他签名 而我们也好幸运 得到黄仁勋的亲笔签名球 蛮兴奋的 对 希望可能可以握手之类的 可以接球这样吗 龙象道赛加上黄仁勋旋风 这场比赛的售票情况相当踊跃 可以发现在第五席的观众席上面 都还是有人潮 而且内野也赶紧加开L5的座位区 可见黄仁勋旋风 不仅在科技界也烧到了体育界 体育约新闻联名节台北传报道 除了开球 观众爆满之外 来看到黄仁勋在二号晚间 也将要抵达台大来进行演讲 主要探讨AI未来的发展 那么这次将会由TVBS新闻全程转播 也吸引了全球的媒体 还有嘉宾像是产业练的大佬 台积电的总裁 鸿海董事长等人都会到场 但是这次仅提供了 3000到3500张免费的票给民众索取 台大的校长就透露了 有很多的学生是写信求票 希望可以协助入场 会议大执行长黄仁勋 从上周抵达台湾后 在大台北地区爬爬上 但接下来进入他来台的重头戏 向二号晚上 在台台体育馆举行演讲 但现在一票难求 想一睹AI教父的风采 只能看转播 我知道的时候应该报名都戒指 大部分人可能在准备期末考 这次没有报名 同学是想去但是没有报到 好了一个期末考 忍痛放弃看Jason的机会 普遍学生是太晚看到报名资讯 名额早早被抢光 当然还是有人受幸运之神眷顾 上礼拜假日的时候 算是读的科系有点相关 我应该会看那个明天晚上西边的 线上直播 可以从他的演讲看到很多 就是不一样的世界 不知迪卡 台台校版上学生的询问 还有没有办法报名 黄仁勋演讲外 直接写email给校长陈文章 希望可以协助师生入场 不过他在二号的校会议上也澄清 这次并非主办单位 单纯是出租场地 建议无法入场的人 透过转播参与 我们私下询问 台台体育馆最多容纳5000人 扣除全世界的媒体 嘉宾分析师后 仅提供3000至3500张的免费票券 给其他民众 另外产业大牢 包含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广达董事长林巴黎 以及副董梁刺证 也都会出席 你们大家吃过吗 这边你们也吃过 一定要来的啦 一定要来的 最好吃 就是这个酷子 让黄仁勋魅力直点满 人人都想挤进现场 看AI教服 铁北宣 杨春茂斯传台北 采访报道 好魅力直点满的黄仁勋 这次来台 带上了台湾的科技 大佬们一起逛夜市 似乎也对股市影响也蛮大的 那么时间要交给凯玉 回答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 这几天在台湾 可以是说是掀起了一阵旋风 我们再带您来回顾一下 他是什么时候抵达台湾的 在中共环台军演 5月26号之后的隔一天 他就搭乘飞机抵达台湾了 而且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分析 他这一次抵达台湾 对台湾股市的影响 似乎比解放军 还要来得更大一点 带您来看 像是费城半导体 今年涨幅达了24% 台股今年也非常的亮眼 至今也涨了20% 像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葛林就说 现在台股的AI股票 AI投资 电子元件产业等等 都已经来提振产业投资人的信心 而且也让世界看到了台湾 甚至台湾在经济上的一些发展 可以让中国不敢贸然 对台湾开战 另外可以再看到这张经典的照片 就是黄仁勋跟林百里 还有张忠谋一起来逛夜市 当时他还说了 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而且台湾是电子产业的中心 电脑发展因为台湾而起 就是这番言论传到了对岸 有一些网友就有点不满意了 他认为等台湾回归中国大陆之后 挥达也就变成国有了 甚至还有网红抵制要来拔显卡 显示卡就是这两家 像是挥达或AMD这两家是独大的 但目前现在最多人使用的还是挥达 所以有一些网友就说 如果黄仁勋有这番言论的话 是不是要来抵制NVIDIA的显卡呢 另外再带你来看到 这一次他逛夜市等等的一些行踪 都确实造成了全球瞩目 而且也让台股产生了大动荡 台北大巨蛋到底能不能办演唱会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坦言 被柯市府的弹书绑死了 因为如果要办就得符合建筑规则 观众席要在地面以下七公尺以内 但是大巨蛋是十公尺超出了范围 只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回急了 没有人说不能办 只要做好计划就可以了 赶紧澄清自己没有让大巨蛋卡关 因为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直言 大巨蛋能不能办演唱会 被柯市府防死了 所以市政府依照使用执照的筑计 就必须要这个去检讨 127条的规定 那根本无法检讨 除非你把那个地上又把它填平到上面来 解不开的结 就是建筑技术规则第127条 因为规定中观众席楼地板面 应该要在基地地面或道路路面以下七公尺内 或是经由第三方专业机构 审查防火逃生避难安全 而大巨蛋的球场范围 是在地面以下十公尺左右 在大巨蛋举办棒球比赛的时候 球场上只会有球员以及裁判等等的人员 但是如果今天是举办演唱会的话 球场上不只会有舞台 可能还会架设部分的观众席 但是这样就不符合建筑技术规则 第127条 深度无法符合就算换个方式 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审查 李四川也坦言国内仅有的两个机构 台建中心和消防协会都无法解决 台建中心告诉你就是说 我可以审查 但是不能排斥127 那有关于这个消防的这个协会 他也说我可以审查 但我没有办法认证 也没有办法排斥127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 一开始还是要慢慢试 因为不要一下说什么 一下装2万人 但是终究要写一个计划 他可以最大容量是多少 大巨蛋要开放 演唱会使用 看来还是要再等一等 TVB的宣传 刘一钧中文学台北采访报道 国会改革修法 在三度通过之后 立法院的下一个战场 可能是落在选霸法的修法上面 因为国民党打算要提高罢免门槛 而这次民众党是否会再跟国民党合作呢 也是频频被民进党来做文章 因为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 在2016年的时候提案 是主张要来下修罢免门槛的 但是这次则是尚未表态 民进党立委林楚音拍下国民党立委 罗廷伟跟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31号在议场里有说有色 但此刻林楚音指控国民党 正要偷渡提高罢免门槛的相关提案 说好的道德的长城 政治的玩人呢 十年之后的黄国昌 只敢躲在民众党的不分区里面 跟国民党一起咆哮 尽管国民党最后把案子撤回 不过是要择日再战 并没打算不修法 而这也让绿营找到攻击点 挖出2016年黄国昌 质疑罢免门槛太高的相关提案 反问黄国昌挺不挺国民党 因为当时民进党的版本 把同一票从选区人口的二分之一 下修到四分之一时 黄国昌认为还是太严 只要同一票高于不同意就好 你有去街头真的签过罢免 连署书的人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到底有多困难 当年埋怨民进党门槛 销得不够低 但也因为该版本 让黄国昌2017年免于被罢免 还好是民进党的罢免法 救了黄国昌 要不然他就成为现在制度 第一个被罢免 面子会很难看 这一次的投票 民众党不可以再事不关己 照理讲民众党 甚至应该要全力的反对 黄国昌老师敢不敢出来打球 绿莹趁机讨人情逼表态 对此黄国昌仅回应 台湾民众党团没有要推动 搜索法讨论 至于党主席的态度 明天早上还有都外 我们可以全心全力来讨论 一文演出不谈政治 只是不知科主席 跟黄总招的态度 是否一致 七日月新闻 刘正秋汉柔 他也报道 国际方面来看到 前美国总统川普 在成人骗女星 封口费的官司 是被判了三四项重罪 川普在法院外面 是不理法官的禁言令 对着媒体是炮火四射 猛轰检方长达33分钟 甚至还表示会继续上诉 而在沉默一天之后 拜登也有回应了 他重申了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不能因为不满意判决 就说有人为操控 那么这个是危险 不负责任的言论 在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 被判重罪的前美国总统隔天 川普在纽约曼哈顿 川普大楼大厅 越骂越凶 一旁看戏的CN主播 终于忍不住喊暂停 川普定罪计划 美国舆论对立 纽约时报头版直写 川普有罪 保守派的纽约邮报 却是写司法不公 一时间川普成为 网络搜寻冠军 川普选情的冲击程度 各界还没有定见 消息传到海外 欧洲极右派 圣瓦利总统奥班 当然是声援好麻吉川普 俄罗斯竟然也是帮枪酸 美国人肃清阵敌 倒是美国的盟友们 怕激怒未来总统 选择先观望 不过川普的妻子梅兰尼亚 人也在纽约 却没有陪川普出庭聆听判决 毕竟风口飞案 牵扯到婚外情 难堪也只能自己吞下去 就以前赞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